为了宣导反家庭暴力的精神 市府家暴防治中心 在今年办理了创意歌曲征选活动 选出了前三名歌曲发表实体专辑 并且和桃园区五个社区合作 发表反家暴戏剧 希望能够借由音乐和表演 让一般民众共同防治家庭暴力的产生 歌手温暖的歌声中 唱出了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情况 并且藉由正面的歌词 鼓励他们走出阴霾 活动现场游社会局颁发的 前三名的得奖歌曲 要借着这些演唱者的创作 宣打出爱的力量 可能有一些动作不好 其实对小朋友都会是一种 小时候成长的一个阴影 其实我跟小安都是父母 然后他也有小孩 我也有小孩 其实我们对于这一块家庭是很重视的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爱是要彼此信任 然后家是提供一个安全感 他可以支撑一个小孩 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有一个健全的发展 除了有动人的歌曲聆听之外 活动现场也发表了创意戏剧 有五个优质的社区 分别以防止家暴为主题 创作出充满张力 且发人省思的戏剧 让现场观众看得入神 这一系列从歌曲到戏剧的创作 无非都是要唤醒民众对于家暴的重视 那家庭暴力的防止我们分为三级 比如第一级 我们就希望在社区大众当中 都这个要倡导 这个所谓的家庭 不能容忍有暴力的存在 暴力零容忍 那除了这第一级 在社区里面推广以外 到第二级我们会有各区的一个家庭服务中心的社工 假如有疑似这样的家庭暴力的一个案件的话 我们的社工会去查访会了解 到第三级的时候已经进入保护性 甚至法院的一些介入 跟我们社工保护性社工的介入 那等于是第三级的 主办单位社会局指出 在桃園市每年就有大约6000件的家庭暴力事件发生 因此不但要透过相关单位的协助 防止类似情势已在上演 对于杜绝家暴更加来的重要 桃園有先喜欢严浩轩桃圆草毛导